幾個 要注意的事項 第一個就是說 一般來講我們從這個 膽跟肝同時 亢奮 同時往上的時候 基本上來講 我們可能要推斷你說 肝膽有堵塞的現象 從哪裡看 從你的指甲來摸摸看就知道 你拇指借我一下 還不錯 因為看到這裡面 有直條痕 你看到 其實我的直條痕沒有很明顯 沒有很明顯 其實OK的 那一般來講 因為我看過比我差很多的 我看過比我差很多的 我這個直條痕 真正要看的是看你的腳指甲 腳指甲才準 但是因為基本上來講的話 我們這個部分 很不好意思看人家的腳指甲 所以從手指的拇指裡面 也可以看出一些端靈 所謂的 有豬內必行豬外 要看大拇指 對 腳的大拇指 是最準確的 那我們有時候 有時候女生你去看她 讓拇指又覺得怪怪的 所以基本上來講 那看起來 看起來因為你的黨的這裡的 抗憤性還不是很高 所以我再請教一下 你晚上睡覺好睡覺嗎 還不錯呢 還不錯齁 你作息都很正常 我有時候寫報導的時候 會寫的比較晚一點 那 通常是十二點左右 每天 差不多 這樣就太早睡覺了 太早了 太早了 因為你也知道 因為什麼 從這個肝肌裡面 你會看到它是屬於 一個持續抗憤的狀態 所以一般來講 我們都會碰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 那是趕後在裡面彈 他們坐著就彈 等一下就好 那這個長期抗憤的時候 它就會造成 就是說你的肝的處在一個 就是說你太 你以為我們在肝膽 在一個子時的 就十一點到一點 一點到三點 它是屬於休息養生的階段 那你如果超過了十一點 沒有睡著 那基本上來講 它就是每天處在一個 over time的狀況之下 你每天讓它加班 請問它怎麼會好 它的功能一定會慢慢慢慢的退化 這是必然現象 是不是 這個情形就是告訴我們說 你在這裡就是有這種 生活習慣的問題 要不要停下來 我們到外面去